在悟空与两大天道圣人的权力出击之间 红军道祖的五百年禁令被彻底打破 而这也就意味着 本代他们的将会是灰飞烟灭的下场 可是就在此时的天庭都率弓外 太上老君一脸恭敬地跪在地上说道 老师 还请您先暂些雷霆之怒 怎么 你这是想要代替雷师去执行劫阀吗 不 不是的 我是想请您不要降下劫阀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吧 你说什么 太上 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 是不是觉得本道祖这么多年没回三界 你就不把我这个老师放在眼里了 若这样你说的来做 那本道祖的威严何在 还曾当这三界的第一人 面对红军道祖的灵魂三连问 太上老君顿时就被吓得冷汗直流 若是处理得不够好的话 怕是连他都要跟着一起受处罚了 没有 绝对没有 那既然没有 你为何要让我不要降下劫阀 因为发动此次大战的人是孙悟空 呵 本道祖就知道是他 在上次天庭大战的时候 你为了帮助他 呼吸求了我三天三夜 也要为他争取五百年的时间 好 我看在你是我弟子的份上 我答应你 可是这一次绝对不行 老师 且慢 通天 你来自也是为了这件事吗 没错 老师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自我囚禁于毕游宫当中 若非有必要 从未处击过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封神之战 所以你们很多人都欠我通天教主的 这当中也包括老师您 师弟 你给我闭嘴 不能这样子做 呵呵 师兄 没事的 老师 今日弟子斗胆用这份欠下的人情 求您不要降下劫法 饶孙悟空一命吧 通天 你是我最小的弟子 也是我最疼爱的弟子 那孙悟空当真值得你这么做啊 当然值得了 因为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勇敢 无畏 若是当年封神之战时 我也像他一样 是不是我结教的结局 就会不一样了呢 所以 老师 算弟子我求您了 当年之音 今日之果 也是时候偿还了 起来吧 我答应你们了 多谢老师 不过 辞罪可免 活罪难逃 乾坤造化斩仙人 在红军盗组这轻描淡写的一击之下 双方的攻击顿时就被化解开来 并且还将他们给打成了一个重伤的状态 各位 住手吧 我已经向盗祖求情了 不会抹杀掉你们了 老君 是那妖猴跑到我灵山来要武扬威的 可不是本座我挑起的啊 还请您向盗祖禀报一声 将那妖猴给抹杀掉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没有错了 我们能有什么错 发动大战的又不是我们 呵呵 然等古佛 世间万物 有因必有果 这件事我只能说你们都有错 但是现在劫阀已经降下 所以就死收手吧 不可能 老君 他们气我 压我 害我 俺老孙我咽不下这口气 咽不下也得给我咽 再这样子下去 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另外你想想 因你的资质 迟早有一天会超越他们的 到时候就是你复仇的时刻 而且你的命可比他们金贵多了 阿弥勒哥DJ佛的 太上老君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是跟那妖猴穿一条裤子的吗 穿不穿一条裤子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若是不服的话 可以跟我比划比划啊 该死的 好好好 你们牛逼 你们厉害 我们收手 孙悟空赶紧给我滚 想要俺老孙我滚 没那么容易 妖猴 别不识好歹 我们已经决定收手了 哈哈 是你们收手 又不是俺老孙我收手 我说过 绝对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六道轮回踏星云 破天三棍斩乾坤 在这毁天灭地般的巨大轰鸣声过后 只见现场早已没了悟空的身影 而其他三人也安然无恙 不过如来佛祖和燃灯古佛 却是一脸的怒容 因为西天灵山被悟空给毁了 所有的建筑都毁于一带 连天空都被打出了好几个大窟窿 特妙的 不愧是你孙悟空吗 怎么样都不会让自己受委屈 不过你大爷的害得我又要回去跟老师解释一番了 董事长 咱们这次真的是亏大发了 阿弥陀佛被救走 西天灵山又被毁 另外咱们还被打成了一个重伤 而且还不能跑去报仇 真是越想越憋屈啊 阿弥陀佛 孙悟空 本座跟你不共拜天 乌拉拉 舒坦 老大 能再次的看见你 本大爷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嘿嘿 怎么 你这以为那五指山能压得住 俺老孙我啊 当然压不住了 我只是担心你而已 悟空小友 多谢了 哈哈 前辈 说这些就客气了 你可是俺老孙我的师伯啊 另外咱们现在就回家吧 此次西天灵山一行 虽然中间遭遇了一点挫折 但好歹就出了阿弥陀佛 悟空的实力也上升了一大截 总的来说算是大获全胜 可就在众人还在高兴之余 悟空却不然鼓鼓鲜血 向着下方栽了下去